孕妇被困海上飘服二七天气息生还 今天讲的是极度绝望的灾难求生片《无处丰盛》 影片设定中欧洲自以来陷入匮乏 西班牙决定实施人口清剿计划 减少无法支持生产的人口 以环节资源压力 最开始目标是老人 进而又转向了孕妇和孩子 于是偷毒业随之兴起 无数人为了活命选择放手一搏 小白和小红在清剿中失去了大女儿 为了保护已经怀孕的小红 夫妻也踏上了偷毒之旅 夜里集装箱内躲着好些女人和小孩 等着四十一早 箱子被越往码头 就可以跟随轮船偷渡到安全的地方 箱子上的弹孔都是这里残酷的象征 小红情绪很低沉 看着旁边独行的另一孕妇 不禁感叹 小红依然悲观 她腹中的孩子已经两天没动脚了 小白就温柔地告诉她 据她观察 这个孩子呀 总是喜欢从肚子左侧 悄悄蹬小脚 但是正聊着 货车突然停下来 舌头又领来一大群难民 集装箱顿时被塞了个满满当当 舌头一看不行 顿时和池上一半的人下来 盖成旁边的另一辆车 而不晓得是刚才难民渔冠而入时 小白本想保护妻子 却意外被拱到了门口 导致也被赶去了另一辆车 小红本想跟上去 可箱门已经关了 她脱过弹孔 看见小白被送上了107号绿色集装箱 便连忙电话联系她 小白让她别怕 光而这一期间 小红要格外小心 保管好食物物资 别相信任何人 两辆车相继出发 他们路过这个混乱的城市 没有逃走的孕妇和孩子 被强行抓走 他们的家人在游解抗议 人们为争抢资源 打砸抢烧 然后又被士兵镇压 子弹无情的扫到小红所在的集装箱 像那种人像老鼠一般 惊慌躲避 驶出道市区 货车再次被截停 这回是遇上了林检 可打开集装箱 里面的难民居然不见了 原来舌头早就遇见到这种情况 每个集装箱内都设置了夹层 然而检查士兵也不是吃素的 走到最内车 对着箱笔开了一枪 弹孔的位置 直接暴露了集装箱的隐藏空间 队长隔着门板游说众人 说那些舌头也不值得信任 你们不自己开门 我就要下令开枪了 小红趁其在一个短发女人的帮助下 躲到了护箱顶上 可当她还想回身再拉对方时 夹层被打开了 果然就算难民主动开门 对方依然下令访射 众人瞬间倒下 而更讽刺的是 后续队长上前检查尸体时 看到幸存的小狗大胡可爱 可转头又看到个年幼的孩子时 却嫌弃得令人清理 最后士兵拉走了尸体 这才放行 小红躲在高处未被发现 他颤抖的发消息提醒小白 一定要躲起来 不久后我彻底达港口 集装箱被装卸上船 小白一直处于失联状态 小红只好先整理了难民们留下的物件 找到一部翻盖手机 一把电钻 大半瓶水 还有外套和荧光帮 开场后便浑浑睡去 夜里一场大风浪袭来 排挤着船体 另落在高处的集装箱摇摇欲追 紧接着一个颠簸 小红身体失重 摔在了箱壁上 再醒来 身下已经汽了一滩海水 透过弹口一看 果然昨晚好几个集装箱都掉进了海里 也包括他的这个 人船已经开远 他想打电话求救 可手机屏幕昨晚摔碎了 根本解不开锁 内部翻盖手机又有开机密码 位置低的弹口 已经开始渗水 小红连忙撬开了集装箱内的货物 想看看有没有能用上的 结果五项货物分别是 保鲜盒 电视机 耳机 一箱酒 只有一箱卫衣 还能拿来预寒用 还有一箱掉在高处的 一时也打不开 小红继续在积水里摸索 好在还及时找到了一小胶带 和一个折叠刀 勉强粘住了低处的弹口 暂时解了燃眉之急 这没过一会儿 不远处便传来一阵哭喊声 之前一个107号绿色集装箱 随着里面人员的挣扎 正快速下沉 那不是小白所在的箱子吗 经济之下 小红拆下自己的电话卡 换到了翻盖手机里 终于打出了电话 可是小白依然没有接通 绿色集装箱完全沉没 对面的哭喊 戛然而止 手机陷入盲眼 小红崩溃了 他机械的一遍遍拨打丈夫的电话 直到夜色渐身 他心生绝望 默契小道想要自尽 然而就在这时 小红太冻了 自知小白的那句 怀孕了你就不是一个人 再次挥荡在耳边 要不再坚持一下吧 他在疲惫中渐渐睡去 连做了好几个水中窒息的噩梦 惊醒过来时 天已经亮了 自己半边身子都泡在了水里 原来昨天沾的胶带 已经被泡开了 集装箱里又涉了好多水 这该拿什么赌呢 小红连忙推了个火箱做缓冲 想办法把那个吊着的箱子 也拆了下来 结果大失所望 里面还是一堆保鲜盒 不过他冷静了一下 很快注意到了 保鲜盒盖上的胶圈 这个东西最是防水密封 于是弹孔漏水的问题解决了 小红又拆下电视机的安装管 那盒保鲜盒 加高出的弹孔 组成了手动的排水装置 这样便能尽可能延长 等待救援的时间了 随后不久 小红终于接到一个未知爱电 里面传来小白的声音 原来他们那车的司机 拿钱不办事 根本没送他们上船 而是随便丢在了城外 小红刚才看到的沉默集装箱 只是同款而已 他袭击而起 也迅速交代了自己的处境 小白让他坚持住 自己会火速想办法去救他 小红重新燃起希望 他一定要坚持活下去 他开始用胶带 记录日子和水位 还定了个不能超过的最高水位 一边提醒自己排水 食物和水所剩无几 都要省着吃 此颗排泄反倒成了 最无关紧要的问题 但是一向当天夜里 风浪又来了 更不巧的是 小红开始震痛了 他只能镇定心神 借助那两根掉货箱的袋子 在摇晃的集装箱内 坚强深开 随时仍提哭 女儿平安降世 可那个翻开手机 却在昨晚的颠簸中 掉入水中泡坏了 小红只好又将卡 撞回了原来的手机 封闭的集装箱内 白天闷热 夜里寒冷 孩子状态并不好 不肯吃奶 心急之时 他看向弹孔处照进的阳光 不仅心生想法 他必须在箱顶开个天窗 只有这样才能方便寻找救援 即通风跟照的阳光 就这样 他拿胶带扎了个范围 没有锯子 被用电钻一点点打孔 在他的一次次尝试下 孩子也终于吃下了第一后奶 忙碌的一天 孩子静静睡下 小红筋疲力尽的 看着最后一点食物 终于抑制不住 大吃起来 连走几口水后 他又恢复理智 不行 他必须得省着喝 此时小红继续打孔 可最后关卡 电钻坏坏了 此刻 那个即将形成的逃生之窗 就像是无数个弹孔 罩了小红头晕 但他没有放弃 改用折叠刀 慢慢的锯 他的手都被磨破了 可只有孩子哭闹时 才会歇一歇 铁力极具消耗 小红在夜里恶行 无奈翻出了自己生产后的 开盘和旗带 狼吞虎咽 此时一条鲸鱼路过 撞到了箱体 孩子吓得啼哭不已 此刻极度的恐惧 和母亲护子的本能 让小红只剩愤怒 咆哮地敲打墙壁 赶走了鲸鱼 不知不觉 已是第六天 折叠刀也断了 即使再怎么节省 饮用水也已耗尽 此刻的小红 真想直接灌瓶海水 开会畅饮 还好最终 李智还是控制住了冲动 夜晚的集装箱顶部 迎接出了露珠 小红连忙凑过去瞬息 可是这怎么够 体能和心理都即将达到极限 他摊坐在地上 任由自己泡在水里 眼前出现幻象 看到了大女儿和丈夫的身影 此日是一场雨 将他叫醒 如同天降干领 小红再次看到希望 激动的张嘴去接 又搜过来各种盒子成语 当拿起一个罐头盒时 他突然意识到 是不是可以模拟开罐头的原理 来撬开即将完成的天窗呢 说干就干 小红解下那根掉货箱的皮带 穿过天窗缝隙 形成一个拉环 然后利用自己的体重 拼命敲动铁皮 终于天窗大开 阳光照在了他脸上 他终于重见天日 但说是希望 其实也是下一阶段的绝望 那么渺小 那么孤立无缘 小红望着遥远的海平线 告诉孩子 那就是他们原本想要去的地方 之前找到的一箱位移 此刻成了孩子的尿布 小红正的尿布 意外引来了几条小鱼 这里又饿了好几天的他 兴奋不已 忙用耳机线和电视机支架 做了鱼叉 可实操起来根本补不到鱼 小红筋疲力尽地倒了下来 又意外发现 上空有飞机路过 他连忙挑回箱内 砸碎了电视屏幕 试图利用玻璃反射 引起飞行员注意 结果因为太过着急 不慎被锋利的天窗边缘 划破了大腿 他硬是忍着剧痛 继续打信号 可惜并未被上面注意 再等机会 不知又要多久 眼下巨大的伤口 又将他生还的希望 拉低了一些 他给伤口浇上白酒 拆下电视零件 自己进行了缝合 剧烈的痛楚 令他几度昏死过去 再次挺过来后 他不眠不休的用耳机线 变成了鱼网 到第九天 终于成功捕捕捕了鱼 食物的问题得以解决 但水位也越长越高 一有空 他就要不断的排水 除此之外 也不能坐以待毙 他撕碎了自己的相册本 利用保鲜盒 做成的求救漂流瓶 投掷了出去 期待能被路过的船只看到 一切看起来渐渐向好 然而到第十二天 他泡在海水中的伤口 迟迟无法愈合 夜里的集装箱 也愈发寒冷 小红利用保温杯和酒 勉强电了扎炉火取暖 可到夜里 水位也快撑不住了 他听到一阵轻微的碰撞声 抱着孩子出去一看 一个漂流瓶 居然自己飘了回来 那是不是说 他的求救根本没人发现 海面的黑夜吞噬着 他弱小的身影 就在这时 小白来电话了 万行 接电话键的屏幕上去完好 他终于又听到了外界的声音 然而对面的爱人 却虚弱无比 原来 他的尝试来救小红的路上 被简约士兵抓到 无心中单 此时 以命不久矣 只能与小红做最后的道别 证明到最后 他绝望的哭着 说他尽力了 对不起 小红连忙安慰 并告知 女儿已经平安降少 其实他们都知道 或许已经没有希望了 二人最后一次 说完这句誓言 手机没电了 小白的血流干了 内战小小的炉火 也随之熄灭 这似乎象征着 小红心中的希望已经消失 但他还是坚强的挺着 第十四天 他已经吃鱼吃到小兔 第二十天 孩子开始陷入昏睡 第二十四天 水位早已超过原定水位线 小红再也止不住水了 他测试了 霍香抽屉的福利 加之可以漂浮的保鲜盒 制作了一个小摇篮 希望关键时刻 能多保女儿一会儿 也是这时 此鱼残渣吸引来了一只海鸥 小红惊喜万分 能看到海鸥 这说明 此处已经比较靠近岸边了 然而当晚 集装箱还是挺不住了 海水冲开了胶条 小体开始快速下沉 小红也不慎 被布条缠住了脚 击水头险后 他连忙游上水面 寻找女儿 大海漆黑一片 好巧不巧 又是一只鲸鱼路过 漂浮在大海上 小红一边安慰着女儿 一边用最后一丝力气 打开了装着死鱼的保鲜盒 很快又引来了海鸥 一只两只 不知过了多久 一只路过的渔船 被这奇妙的一幕吸引 不远出的海面上 一小群海鸥 正围着一个小小的漂浮物飞舞 他们连忙靠近 发现了里面的婴儿 而捞起摇篮后 他们又发现 摇篮下还连着一条 耳机线编成的绳子 绳子的另一端 拴着不知何时 以体力耗尽的小红 一名妇女连忙进行了抢救 但似乎来不及了 女人正想放弃 此时旁边的婴儿发出了声音 女人不忍心了 又继续抢救 万象小红终于呕出海水 醒了过来 就这样 母女二人终于得救了 电影结束 片中这种极度绝望 跟人在决定之中 爆发的求生欲 真的让我有极度泪目 并且还总结了一下 以后出门 我一定要随时携带几样东西 一个防摔防水的手机 还有超级顶额的吃的 再来一个万能刀 太有用了 好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假讯关注我上赛 See you